你一開始弄這一攤的成本來看 弄到好差不多八萬塊以內 這邊的月租金大概有兩萬多 就差不多在一萬五 大概兩萬多 那你有誇蛋過的經驗嗎 沒有 板橋南亞觀光夜市 坐落在板橋就火車站旁 集結各式老字號美食 被稱作板橋人的宵夜天堂 除此之外 遊戲服飾等攤位伶俐 無論是平日假日 人潮都是滿到爆出來 因此也孕育了很多 想要在夜市擺攤創業的人們 今天是小兒創業街坊的第三集 就讓我們來問問看 這些在南亞夜市擺攤創業的人 是怎麼開始的吧 哇你好高喔 你有沒有195 差點還蠻近的 蠻近近197 你是哪一國的 其實我是德國人 那你怎麼會來到台灣 很久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學中文的 在德國 那你在這個南亞夜市 已經擺攤多久了 其實剛開始不久了 現在第三個禮拜 我是六月初開始的 那你怎麼會想說在南亞夜市擺攤 禮拜工作是比較近的 然後我去年主要是在那些 船夜市集擺攤的 它沒有固定的攤位 那這是一個缺點 比較難可以培養那個客戶 就是固定客戶員 這些設備在南亞 要花多少錢 這些都是自己做的 就是我兩年前開車的時候 我就是唯一買就是那個 車子的 就是框架 然後那個木結構 就是我自己做的 好厲害喔 有就是掛蛋過的經驗嗎 就是有營業而掛蛋嗎 就是沒有人來買 其實沒有 我現在做冰淇淋也算是那個旺季的 我還蠻喜歡這個環境的 夜市有一個特點 你每天都會遇到同樣的人 它有點像那個Family 就是那個家人的感覺 反應實際就是每天你遇到的人不一樣 這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這部分的 就是你自己的胎還是 是你可能可以 我是員工 你在這邊工作多久了 兩年多差不多 那你覺得 女孩子在這邊顧攤 生意有比較差嗎 不一定要看 因為有些 就小孩子想玩而已 但是不會看說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你有沒有遇到有男生跟你要IG 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現在沒有了就是了 對 現在沒有了 那你會不會故意裝臉臭臭這樣子 就讓他不敢靠過來是不是 也不會 就是有玩的話就是 一定還是要面帶笑容的 你在這裡擺攤已經多久了 三年了吧 一開始怎麼會選擇來南亞 就是我家就住旁邊而已 那你一開始弄這一攤的成本 弄到好差不多 八萬塊以內 這邊的月租金大概已經比較多 就差不多在一萬五在兩萬多 那你有掛蛋過的經驗嗎 沒有 這不可能 那滿百萬做生意 那你最高有跳過兩扣以上 我們這種小攤很難 我一分六十 最少要賣三百份耶 很難 有難度啊 就是我看現在 比較少攤商有在經營自媒體 還有直播 就是你怎麼會想說 朝這方面去呢 我覺得自媒體現在是趨勢吧 我們剛剛找過我們就說 都有個機會 這個很帥 我說這個我們要幫 趕緊掃到那邊啦 看我們要怎麼 他假設說有人沒有來 就在旁邊偷擺會發一種事情 因為我們這邊有館委會 基本上是會被取擬的 可是你遊走的方式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 就零成本創業嘛 零成本創業 那你在這百三年有沒有遇過什麼奇怪的事情 最扯的意思是那個雨棚崩掉有沒有 啊就整個攤就 全部搭進水就淹進來 全部就要重搞啊 那天就不能營業了 好跟你的觀眾說一聲 OKOK 幫我發了我一下 謝謝啊 上面打我媽叫我不要創業 我媽叫我不要創業 對 打擾你們了 你在這個南亞夜市已經擺攤多久了 其實不到一個禮拜 不是真的 對 那你當初怎麼會選擇來擺攤 其實從小就很喜歡喝飲料 就想要搞一個飲料攤 可是現在那種 五十蘭COCO什麼 其實加盟金都太貴了 我們這種年輕人負擔不及 所以這算是你加盟的嗎 加盟的 這樣子加盟這樣子 就是大概要多少錢 30萬 30萬 就含攤車 對對對 純木工打造的 對 不像那種腳缸啊 對對對 所以推起來比較重 蠻有質感的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做夜市 該有的品牌 跟那種形象要有 對 看這個攤車你就會說 不然試試看 那你當初怎麼會想在南亞夜市 哦 租旁邊 這個店租在一個月要多少 我們是 店裡面租金 然後加上倉庫 對一個月大概一萬一一萬二 我們算是把成本壓得很低啊 其實旁邊的參商聽到可能會 會有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一路一路過來都兩萬 因為我自己本業是賣車的 就很會跟客人談判啦 你這一個禮拜有掛蛋過的經驗嗎 掛蛋還好 就打平 那這個禮拜有跳摳過嗎 跳什麼 跳摳 啊 因為你不是夜市出身 跳摳就是破萬的意思 你也有破萬 哦沒有耶 你還沒有 沒有 最高六千多塊 沒關係 因為剛開始才一個禮拜而已 你在這個 關東煮攤已經上班多久了啊 差不多有兩年了 那這個 就是月收入多少啊 差不多三萬多吧 三萬多 那這樣 上班一天要上多久啊 六小時 六小時 你們休假怎麼休 固定休禮拜二 我排休的話就是 我想排的時候才會排 那妹妹你之後如果有機會再吹一點錢 你會想開一個這樣的攤子嗎 我應該想要開那種 麻雞店吧 烤麻雞那種 你在這個南亞夜市做多久了 下個月一年 八百 那這邊的這個攤數大概一個月 兩萬多 還不蠻殘酷的 那你有掛蛋過的經驗嗎 目前沒有 那最好咧 有跳CALL嗎 我就問有沒有跳CALL就好 肯定要 有跳兩CALL嗎 一定要 假設說我來擺攤 我沒有腳管理會什麼 我就突然可以擺到旁邊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會被趕出去喔 真的會被趕出去 你要試試看喔 我不敢 你在這邊已經擺攤擺多久了 大概兩三年左右 有掛蛋過的經驗嗎 沒有 沒有 那最多有做過一場做多少 有跳CALL嗎 有一定跳 有跳了兩CALL嗎 過年的時候才有認真了很多 那你當初怎麼會選擇這個品項 其實不是我個人做 是我女朋友一起做 我的LOGO說是我女朋友的形象 他第一想來就設計了 那這邊攤租怎麼算 這樣以一車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 兩萬多 假設說我也想來擺攤的話 那我要怎麼去找到房東 還是說直接原地擺什麼 還是要問一下附近店家看 這邊的房東是誰 這邊有什麼類似像夜市管委會的東西嗎 有啊有啊 也是有啊 那你們會要繳什麼熱身費之類的嗎 有啊有清潔費啊 應該說各大夜市都會有清潔費 現在南亞夜市已經工作多久了 大概快三年 那你當初怎麼會來南亞夜市這邊工作 因為那時候缺錢所以就另外找第二份工作 你們遊戲攤要上班的時數大概多久啊 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吧 那他的薪水怎麼算 時薪可能一百九到兩百 那你在這三年工作有沒有遇到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不會 大多數都是來很要聯絡房式這樣子的 搭訕你就對了 這夜市湯上班有沒有什麼技巧或美感 有沒有什麼說你再打一局 我再送你一個什麼 你會做這種技巧 是不會 因為我們這個是已經夠簡單 基本上每個人都會過 沒有啊我才打四個 那是因為你站比較遠啊 遠一定好 這太近了我不會打 哎呀 他蛋了 哎呀 太容金太多 沒有啊還不錯吧 哇好脆喔 欸好喝欸 南亞夜市他是什麼 凝成月亮蝦餅 喔成米不好意思 我哪有餐 好我努力 啊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好嗎